我們亦都搞定了,最後一隻控滑的,交給雜誌 你打算了,飛來馬不止兩個開的了 好了,控滑,最後一集 全部馬不準備,妥當三場四班14米的賽事 準備 好,你一開始,雜誌好運有利,應聲彈出 藍天飛馬不太快 前面快友這隻最喜歡,埋面位置還有一隻多多勁氣 再見到中間就是這隻有鬥子 外面就是好運有利,大外當威旺財 守著內蘭位置還有有歡笑中間控滑人生老 還有這隻天曉得,內蘭藍天飛馬 中間就是知道性,尾三 飛來馬不太爽 再後面的馬還有麒麟永 遙遙包尾的馬就是超順暢 轉著八百米彎,前面多多勁氣 最喜歡第二位 再見到第三位的馬有這隻有鬥子拍著威旺財 內蘭第五,還有這隻有歡笑中間人生老,外面控滑 再後面內蘭第八位 就是紅帽,紫色衣服一隻就是藍天飛馬 數出去,知道性好運有利,最出還有天曉得 尾三黃衫飛來馬,看看他怎樣飛 後面有超順暢的馬,入正直直直 前面多多勁氣,鬥著這隻最喜歡 中間威旺財,藍天飛馬在中檔上來了 再在裡面還有這隻有鬥子 鬥到最後三百了,中間最喜歡 中間就是藍天飛馬,外面飛來馬 中間還有這隻有鬥子和藍天飛馬上來了 大外套飛來馬,飛上來了 最後八多米,中間就是藍天飛馬 外面飛來馬,飛上來了 中間還有這隻旗輪泳 接近中間藍天飛馬贏了第二名飛來馬 第三名就是這隻旗輪泳 第四名有這隻有鬥子和最喜歡 很接近的 結果這場賽事這隻藍天飛馬 出陣不是很爽的,守住內蘭轉甩出來 結果就贏了第二名飛來馬 第三名就是這隻旗輪泳,第四是有鬥子 藍天飛馬,最後的獨贏位置很重 只有26元勝馬 因為位置還有1.1元 飛來馬補回到第二 第三就冷些了,旗輪泳 第四就是有鬥子 二達八的大熱Q,最後是36元 頭兩名都很熱的了 三、四名比較難,難捉些 飛來馬一條直路殺上來都是追不過的了 嘩,起步你不怕啊 這隻藍天飛馬,無端端一隻在後面來 結果都上到來的 飛來馬就是一個檔位 再遲些了 藍天飛馬就開始發力了 發力先好些了 反而飛來馬,正如朱仔說 駕外這個檔位 他都要兜出比較外些 才擺正唐太,再衝 他都叫做衝贏的奇良詠 因為他兩隻都叫做同一時間 可以拿到跑線一起衝的時候 飛來馬的衝勢都很厲害 但奈何,藍天飛馬的法力先 那也先到 偉達 趴著徐如石 我想駱菲很重的 都沒想過他會跳一跳 真的嚇得嚇死了 想著他好當 跑法也不需要那麼厚 起碼比飛來馬十一當 要去找位 其實我看見莫雷拉 早段他不是想移到那麼厚 他本身在中間一點 但他沒有位置進去 他被迫要拉後多一格 那就變了那麼厚 要不然他就要走外跌 所以被迫要拉後多一格 移回去 一格頂一格 那一格就累死了 因為你真的追不前 就是差一個馬位 反之而藍天飛馬 雖然跳一跳 始終是內蕩 好像斯加路一樣 被迫上來 跟回中間一點的位置 不用那麼厚 一出閘就有氣味 跳一跳 回來福榜 二檔 看看如何跳一跳 再追上一邊 先在閘裡面 起步再跳跳 結果都已經 滿足到一個多馬位 看看開面的菲萊曼 黑帽 橙橙金金的衣服 前面走的內蘭 多多勁忌 中間那隻 就是有鬥志 開面的威王才 最喜歡 都慢慢殺近 然後好運有利 控滑人生路 裡面有歡笑 再後一隻 麒麟泳 在後面那隻 不是麒麟泳 那隻是天曉得 所以見到知道星 藍天飛馬 其實你見到飛雷馬 已經收回到二搭的尾三位置 我想他覺得主要對手都是一隻八 看著他來跑 最後一隻麒麟泳 還有那隻就是超順暢 前面那一陣 就不斷 就是那隻最喜歡 還有有鬥志 回來 即初跑千四都算可以 走勢都 控滑就沒有 一早出面已經 這個位都敗仗組成 三達望空 當你大家都跑千四的時候 過早望空那些馬 最喜歡 多多勁忌 都會吃虧 藍天飛馬 就追上來了 中間 開面其實很厲害的 飛來馬有幾步 那隻馬就左片右片 所以回來 都還是一個馬位追不回 一隻都片 其實 有一半以上的馬 是已經一早收了工 那隻飛藍天飛馬 又是一邊打右手邊 然後一邊飛出去外搭 那隻麒麟泳 又是左擺右擺 福榜現筆 派賽作實 2600.5元 rad出營 蝙蝦 走勢 馬寶 列出營 跳踏 愚蝦 挑戰 監製 美人 根本 選擘 梅保 3場 8 眾贈 主席